你理解我心里面一直有一个小小的疑问 你平时说话都只说疑问句吗 你的人生有那么多问题吗 你这一辈子从来就没有说过陈述句吗 答应我 跟我说一句陈述句只有一句好吗 张绍刚是一个好男人 我说的是一句正常话抱什么井 挺脆啊 这个地方对你 有补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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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补刀我 掌声有请 今天补刀毅力净的这位选手 你被带组浮刀了 你被带组浮刀了 这什么投什么愿 他为什么补刀我 我们终于要彻底再见了 我们终于要彻底再见了 我们终于彻底再见了 我们终于彻底再见了 我觉得李娜要是赢了那真的就是黑幕 十年前 我在南方人物周刊实习的时候 补刀毅力净是那个杂志的高级主笔 我在走廊里看到他 我说 易老师哈 他没理我 我等这个机会等了十年 我恨一个女人恨了十年 我为什么要做这个补刀环节 我是为了让这个节目更好看吗 我是为了让毅力净不好看 这期挺好看 其实长大以后就原谅他了 真的 后来看了他很多采访视频就释然了 就发现他也不是针对我 这个人就是单纯的没有礼貌 其实你们也看出来了吧 这次做这种花里胡哨的什么补刀啊 这个吐槽大会舞的这些改版 就是一个综艺节目在垂死挣扎 发现了吧 就是一个节目在抢救自己 目前还不错 对不对 但是我保证 下一集呢就会垮 因为我们又请不到人了 下一集你会在这个舞台上看到五个脱口秀演员 你说 那不就是脱口秀大会吗 没有那个好看 这吐的啥赶紧下去吧 说我们李若彤 什么顾综艺节目 炒什么小宫女的梗饭 没意思 这样说话有什么意思 那上什么节目 这些人不都顾顾长 顾顾短的叫 那人李若彤还能不答应吗 他能那么没礼貌吗 那不成衣衣镜了吗 再说了 不炒梗饭就好吗 过儿 事业一直很顺利 没有炒过梗饭 就是天天在那儿喊 是兄弟就来砍我 这样就好吗 蛋壳 砍罐的人 我就不吐槽他吧 我就很怕他 我怕他几个以后 饶万社会治安 我不知道你们看到他什么感觉 我就每次看到他想打转 我都说 哎 怕个几年 是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 是每天一个小时的放风吗 这怎么开始讲新英文了呢 但你们看蛋壳 这么特立独行的人 也来过综艺了 是吧 有时候我做综艺节目 就有种做孽的感觉 我为什么要让这样的独立音乐人 变得不独立呢 我为什么要让嘻哈 变得嘻嘻哈哈呢 我为什么要给他钱呢 可是你为什么要收我的钱呢 是因为扫黑除恶 影响你就业了吗 王勉 我做的另一个孽 今天就大大方方告诉你们 好吧 说点你们爱听的 王勉 也是我爸的儿子 好吧 我的亲弟弟 不能接受吗 不能接受吗 不是你们非说 我跟他有什么关系 才硬捧他的吗 对 那不是黑幕 那是亲情 李勉 你是不是也不太能接受这个事实 有点没缓过来 没事没事 做哥哥呢 就应该是这样啊 做哥哥就应该沉默地守护 而不应该去追光 追光吧 哥哥那个节目 人家没来的人我不方便说啊 我就只说大东 是吧 就你看他们在里头 那个表演 你觉得 他们追的是什么光 是一道被他们吓跑的光吗 他们追的 就是你觉得他们追的 肯定不是舞台上的光 追的也不是什么生命的强光 他们追的应该就是 我们上网的人都非常熟悉的 地铁老人看的那部手机里发出的微光 我说他 说李勉 谁也想不到 我的亲弟弟 现在 他的亲哥哥 却是邓超 陈赫和顾海 我作为背负骂名 一手捧红他的人 现在是他四个 非常好 很欣慰 谁红就抱谁大腿的样子 一看就是我毛里家人 随我 杨丽 一个普通又自信的女人 这个开头 怎么这么危险 感觉 我觉得杨丽那些段子 其实也没说啥 对吧 但是你说还有人举报他 很奇怪 不过这些有人举报他呢 也就说明杨丽说错了 我们男人肯定是有底线的 这些举报他的人 就是我们的底线 谢谢你们 底线 正是你们的存在 让我们这些 仅仅是普通的男人 就感觉到了自信 其实 我再给大家说一个秘密吧 杨丽呢 对男人是一点意见都没有的 都是我逼的 好吧 都是我 我对男人有意见 行好吧 我自己不方便说 我逼他说 好吧 我呢 为了给他创造一个这种 良好的创作环境 激发他的创作欲望 公司是有一些邪门的规定的 比如说一桌吃饭呢 杨丽是不可以上桌的 而且杨丽工作表现好 有规定 不能夸好 要夸贤惠 公司每一个男头鬼球演员 都有一个KPI 每个人每个月 至少要出现在杨丽面前一次 问他 我帅不帅 你看是吧 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 每一个成功女性的背后 都有一群默默付出的野蛮 不是人 但不是人 我们不是人 我们是喜剧人 无所谓 喜剧人李淡就要讲完了 综艺制作人 作孽的综艺制作人 李淡要上线了 节目流程还是要走的 希望大家不要忘记给我投票 你们实在不愿意给我投呢 其实也没事 今天用的投票系统 跟李敏夺冠那天是一个 извини 信票 谢谢大家 让飞打 赢定了 赢定了 赢了 尖 真好 把才华还赢了 应该能赢 如果没有成功 我们这组提前收拾行李 对啊 我觉得赢 赢了 我觉得我们一季姐赢了 对对 等一下 等一下 你再怎么着也得投一下吧 易老师没事 不要把他放在眼里 各位三秒倒计时 三 谢谢 谢谢 一 给李诞锁票 来 易老师 竹笔 你好 你看 没给你冒板 我就发现吧 李诞啊 他还不如他弟弟 上来之后 哎呀 十年前的事我早忘了 忘了你说的 旁边有人吗 对啊 旁边有人 没有人 你不用管他 对啊 你想想 你弟弟都知道谁红抱谁大腿 你怎么连这都学得对 你看看你弟弟的长进 一线综艺 你围着我的节目整天改版 你合适吗 太过分了 来 各位 李诞的这个吐槽热力值 必须超过毅力镜 才能视为补到成功 如果没有成功 李诞的票清零 如果成功了 毅力镜的票清零 非常残酷 因为他们代表的 都是各自的队伍 他们的那个分值 是要加到队伍去 来吧 还演吗 不 不演了吧 请端正一下自己的位置 易老师都看不见你 你还在那演什么演 来 我们先来看一下 毅力镜的吐槽热力值 我觉得自己的发挥 还挺正常的 没有什么失误吧 紧张 好紧张 怎么也得捋到一百七 一百七 一百七 他得一百六十多才行 一百七吗 晓晓银可能得一百七 一百七吧 易老师 谢谢 好紧张 那我一手了 漂亮 但我觉得一百七有点少 这把一百七吧 哇 才能 但总一百八十三 童姐 是不是还有你的一盏 有 好的 再加一票 我刚有吗 有 没有 有吗 没有 刘儿童老师也没有看到你 对 因为我喜欢一零一的用心良苦 我喜欢她吐槽那些17岁的少女 追求负伤的感觉 我喜欢 你早这么说我也可以追求负伤啊 你这有什么男的 来 我们来看一下 李弹赢得的吐槽热力纸 我以为赢了 不不不 太过分了 我们谁都知道你们的这个 就是李免得冠军的这个系统是有问题的 是吧 但是三十万是不是有点夸张了 很客观 你看这现场 客观 有三万人吗 有 有 有一些看不见的朋友 太过分了 咱们不可以用这样的方式 好不好 来 投票就是投票 我们一定要尊重现场每一位观众手里面的那个投票器 对不对 大家是不是认真投的 是 我们是不是都要尊重那个票数 是 如果不尊重那个票数这样的人 是不是就 不是人 公道自在人心啊 来 让我们看一下 李弹的吐槽热力纸 其实看到易老师票数的时候觉得 其实就已经觉得没什么希望了 因为他那个很高的 只能说看吧 其实我也好久没讲了 嗯 看吧 好 紧张 然后他会赢的 李弹会赢 我他我是李弹会赢的 一百八 一百八 他正好一百七是比较合适的一个 对 我们活着了 十字明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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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活着了 厉害厉害厉害 一百八十脚 太不容易了 挺上 哦 这真的没有必要 哎 功亏一篑 那毅力就清零了 对 那他们就完了 那好惨呢 这还是他的职场 你们觉得我在乎吗 没提别人就是我本人说 哎 感谢感谢大家 谢谢谢谢谢谢 谢谢 我告诉大家 请各位相信 十年后他还会说这件事 没事 根本就不要把它放在心里 易老师 确定是下面有一百八十九个人 手里有投票器都好使吗 你不要说了 我没有问 让你回答 后台还有一些人 哎哎 李弹 你一个专业的脱衣秀演员 你挑战人的一个记者 然后你赢了可怜的 那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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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八票 在这嘚瑟什么 那是赢的吗 就是呀 那是赢的吗 易老师 你不用跟他演说话 我不 我没有 易老师 咱们回家 我保护你 我保护你 你们下午言话的 我不开语 易老师 咱们回家 咱们不在这个台上待着 你走呢 我是很高兴的 你不要把我们易老师带走 你回到笼子里 是吗 你想 我应该是坐那了吧 你觉得你在我旁边 我会喜欢吗 会 哎 你看 这个是吧 突然的不光投票 还喊好的呀 哎呀 明明白白 结束了给你钱啊 结束了给你钱啊 不是 哎呀 anche伙子 我